好 加油 各位 親愛的朋友 來 第一回合 1分30秒 現在準備開始 15萬的智慧新秘 這一邊 四分之一 的陷阱就是你們的帳單 然後四分之一 準備 請助理 著名的北投圖書館 是台灣熟作綠建築的圖書館 部分的店裡呢 它是採用太陽能發電 還是地熱發電 請搶答 陳佑誠 天啊 哎呀 太陽能 太陽能 會不會太合理 北投耶 就是因為 我當議員到現在 還沒有聽過 台北市的能源政策 用地熱發電過 那就要讓你好好來 顫悔一下了 請揭曉 好 北投圖書館呢 它其實是一個 非常環境有盛的圖書館 因為它其實用了很多的 環保的設施 比如說呢 它有這個太陽能板的這個 電板可以來做發電喔 並且呢它也有綠化屋頂啊 以及回收一些廢水 可以再來做這個雨水的回收槽 比如說可以拿來交灌植栽 或者是沖馬桶 所以呢 它不僅綠化的環境 同時也可以呢 減少水資源的浪費 首開紀錄 請選擇 北部 北投一點的 八樓之四 跟北投什麼關係 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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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樓之四準備為你開箱 好好笑 六百元 每次來都這樣 六百 先脫平啊 好 來 請出第二個 古今文物後廟堂拍攝時 禁止使用閃光燈 主因是會干擾他人參觀的性質 還是會造成被設物品的損壞 請搶答 小溫姐 造成被設物品的損壞 你說把人眼睛閃瞎了就算了 我曾經有一個作詞的手稿啊 給人家做展覽 然後那個燈照一照 才兩年 字已經全部退沒有了 手稿 字就沒了 消失了 所以閃光燈不會影響 他人參觀的性質 當然也會 當然也會 但是最主要是那個古今本身 它不能用一周強烈的燈光 一直去拍 請揭曉 好 你知道嗎 其實有很多的這個古今啊 或是文物啊 它都是光敏感性的喔 所以呢 其實在我們拍照的同時呢 雖然你好像就覺得 只有一下下的時間 但它裡頭呢 還是有一些 我們看不見的紫外線跟紅外線 都會造成這些文物 容易會造成它的裂解 所以呢 其實在保存文物的時候呢 都要特別注意它的光照 還有濕度的 請選擇 那我就在 我們藝座隔壁吧 八樓之舞 八樓之舞 為你開箱 感恩 兩千五 先過平 過平了吧 來 北竹 下一滴 全台首座漫畫博物館 它的前身 原本是日式官社群 還是眷村置墨 請敲吧 新平姐 我印象中是日式官社群 應該先告訴我 漫畫博物館在哪兒 實際的地位到 真的是不知道 這邊有誰知道的 我在台中啊 那沒辦法 那就不曉得了 漫畫博物館在台中啊 日式官社群 那是眷村 請介紹 恭喜 其實呢 國家漫畫博物館呢 它其實前身呢 就是台中的演舞場 那它的旁邊呢 還有台中行務所的官社群 所以呢 在我們導航的時候 就是要設定這個國家漫畫博物館 就可以抵達 那事實上呢 它的歷史相當的悠久 從1937年的時候 就落成了這個演舞場 它裡頭呢 就是要讓這些監獄司裡頭的 這個浴官可以來習武 比如說學一些劍道啊 柔道之類的 一個小型的演舞場 猜得好啊 欣賓姐 脫屏 來 好 我選七樓之一 完了 完了 你知道有帳單 你曉得 有帳單這個玩意兒 真的嗎 開箱 一萬元啊 棒棒啊 來 再出 下一例 國家漫聽院中的情境字幕 和中文字幕 兩者差異在於 加上了特殊音效描述 還是演員動作描述 請搶答 陳佑辰你知道啊 情境字幕跟中文字幕 兩者差異 我不知道 差異在於是加上了特殊音效的描述 還是演員動作描述 來 特殊音效 好 特殊音效的描述 特殊音效 我們聽不就知道 雨聲 雷聲 車禍 什麼之類的 因為 特別要強調他的那個 感官的刺激啊 然後他的設備的這個 差異化 設備差異化 就是我已經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在講什麼了 我下去就正想問你 正想問你 你知道在說什麼嗎 我不知道 適合被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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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介紹 掌聲鼓勵 你是拆的吧 拆的 拆的很好 好 他會有一些特殊的音效描述 他比起其他的這個地方 是不太相同 因為他會有一些 這個 即時推動情境發展的一些 情境的描述 比如說 手機聲響起 或者是電子音樂回盪 撞球靜待聲 就是可以讓這些聽唱的朋友們 透過這樣的一個字幕 也更加了解劇情的發展 來 宥宸請選擇 欺柔之士 六百太好笑了好不好 我們長一點價錢 長一點價錢 可以這樣 七千元 漂亮 還有五十二秒 起初在裡 飛傑車站有專屬的紀念搓張 他採用光芒形狀設計的是 台北小巨蛋還是台北車站 請搶答 陳柏睿 對 他一定知道了 一定 有光芒設計 有光芒形狀的 我覺得應該是 台北小巨蛋 我覺得啦 因為我不知道 這兩個都是台北的地標 對 你拍照沒有拍到那邊喔 沒有不會拍到這麼小的一個景 台北捷運的車站 每個車站都有自己的專屬的紀念賬 對不對 都有紀念的 對 有光芒形狀的 我覺得應該是像一些明星偶像 發光的一個感覺 感受 敬一敬腳 對不起 好 沒錯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在不同的捷運站裡面 都有這個不一樣的搓張 那他可能有不一樣的顏色啊 或者是形狀來作為代表 那台北車站呢 的確是一個光芒的這個搓張 除了呢他這個 代表南來北往的這個意境之外呢 也是更加的四通八達 並且有時候晚上呢 還會有這個燈光照耀的感受 有綠色的 就是跟藍色線啊 藍色線 綠色線 橘色線 這個有關的吧 還有每條線路的音樂也不一樣 大家也OK 聽說板藍線就是藍色嘛 藍色線嘛 有道理 對 它露水就是藍色 戳機的顏色 就跟那條是哪一條的樣子 對 對 對 來 請出下一題 清洗黑膠唱片的時候 要避免使用超過四十度 還是五十度的溫水 一面會影響到它的音質 請搶答 陳佑辰 有聽過黑膠唱片 你應該沒有吧 這邊應該只有鎮長聽過 曉雯姐聽過 清明姐聽過 聽過 只有 現在應該只有我們四個人聽過黑膠 一定必須要超過五十度 來 陳佑辰說 五十度 五十度很燙喔 就是 就 才啊 所以他能耐的就可以 他可以耐到五十度以下就對了 是不是 他可以頂到五十度 對 五十度就毀了 是吧 對 五十 請揭曉 好 黑膠唱片的保存 其實有它的門道 要告訴大家 在清洗的時候 水溫最好是落在十到四十度之間 因為超過四十度就過熱 那這個時候就很容易會影響到 讓這個黑膠唱片 它的這個表面會有一些彎曲 也會影響到它的音質 那如果它的溫度太低低於十度的話 也容易讓它反潮 所以這個黑膠唱片 它的清潔力 除了會變得比較大打折扣之外 同時也容易會發霉 所以最好控制在冷水到溫水之間 其實不只是黑膠受不了太低或太高 因為我們在洗的時候 我們的手也受不了 對 那是 對 十度以下很冰耶 十度以下很冰耶 它都冷水的需物力比較差 但是你們現在也沒有這個問題 沒有這個困擾 現在有一陣的復古風 有些那個復刻的黑膠唱片 以前目前還在推出 聽起來還是滿好玩 現在越來越流行了 現在有一些新出的專輯 也去壓黑膠 能說它是懷舊嗎 還是什麼 到現在還是很多人覺得 聽黑膠啊 我們聽那個音樂的頻率 會跟聽CD數位的不一樣 黑膠就會覺得比較有溫度 溫度 我不應該笑了 不好意思 溫度要在四十度以下 四十度 四十度 對 不應該笑 來 請坐下 台灣第一件取得 聲音商標的廣告歌 是小美冰淇淋 還是綠油機 請搶答 陳佑神怎麼按得好準喔 不會 你忙了個半天 目前還怕是欣明姐 她一丟一萬人 你忙了個半天 來 打 綠油精 鎮長 小美冰淇淋跟綠油精 哪一個我剛剛比較早 印象中啊 我覺得小美冰淇淋可能比較早耶 小文姐哪個比較早 我覺得妳是小美耶 欣明姐哪個比較早 我覺得是綠油精 你看 好難喔 你說的是 綠油精 請解決 好 綠油精呢 好 綠油精呢 她其實她這個旋律出自於世界名曲 但是搭上了綠油精的這個歌詞之後呢 就變成非常讓人家軟往上口的廣告歌 而且呢 可以把聲音註冊上標之後呢 綠油精的公司呢 是第一個搶先做這件事情的人 所以不一定是誰比較 對 但她先去註冊 應該是小美的廣告早 但是她先去申請 對 來 宥辰請選擇 七樓之六 七樓之六 開箱 好 帳單棒棒棒棒 我看到了 妳看看妳的 妳這個真心恐嚇的表現 讓妳抽到了 鎮長的帳單 鎮長的 鎮長對妳不高興了 百貨公司消費帳單 她買了一個雙球鞋 五千四百五十元 妳 妳現在做什麼運動啊 現在 我也有跑步啊 妳有跑步啊 我也有跑步啊 對啊 應該不是馬拉松嗎 不要嚇我啊 不是... 還是三鐵 鐵人三下 簡單的慢跑而已 慢跑而已啊 是 要啦 要活就要動 還好妳前面有壘有窄一些 還不到腹的... 只剩這樣 只剩這樣 忙了個半天 其他的三位我們 那是... 辣子跟我們玩好不好 好... 按準一點 好 妳按得太慢囉 好 來 請出席 完成六大城市馬拉松 就能夠成為六星跑者 其城市包含了大阪黑石芝加哥 請教導 我居然沒按到 我居然沒按到 怪了 我居然沒按到 我完全知道 你太怪了 六大城市馬拉松 六大城市馬拉松 你收集了幾個 三個 三個 有之其中的嗎 有... 有之其中的 來 說話 那妳兩個一定有... 一定有個證據答案 廢話 說話 芝加哥 芝加哥... 芝加哥請介紹 恭喜 漂亮 真是芝加哥 六大馬是哪六大呢 上網 好 要跟大家說的六大馬 到底是哪六個年度城市呢 就包含了波士頓 倫敦 柏林 芝加哥 紐約 東京 那其實呢 只要呢 你這個不限時間當中呢 把這六個城市都完敗的話 就可以拿到獎牌 好了 這個算是答對了 陳佑辰 來 請選擇 五樓之三 五樓之三 智慧新秘 開箱囉 三千一點 我覺得你是比較阿信的人格 比較辛苦 忙了半天也五千 你看 鎮長都笑了 感謝 感謝 他... 幫我付上單 他很用力在跑 可是跑不快 乖了 十幾秒 會不會最後一題啦 來 結音出題 結尾九之王是Martini 那結尾九之王是Bloody Mary 還是Mahadden 請搶答 神又神就是搶得到 怪了 很厲害 怪了 怎麼搶的 奇怪 對啊 我看你就是同時按耶 奇怪 對 就差了一點點 來 說啊 Martini 你冷靜 你冷靜好不好 喂 是雪欣瑪莉 還是Mahadden 你喝這麼多了嗎 喝這麼多了 雞尾九之後是雪欣瑪莉 還是Mahadden 雪欣瑪莉 雪欣瑪莉 雪欣瑪莉是調那個耶 姐姐小 Mahadden是雞尾九之後 據說他是英國首相邱吉爾 他媽發明的 那那個時候呢 大家都覺得呢 這款調酒呢 非常的好喝 所以在上流世界呢 一泡而紅 當然有另外一個說法呢 說是一個很厲害 在紐約報道會的 Bartender 所調製出來的 那因為他的這個甜度比較高 所以也是很多女生 喜歡的雞尾酒 可惜了 最後一題 請贏 根據影音機插隊實驗發現 因為還是請問一詞 可以增加別人答應你的機率呢 請一場答 你毛起來搶 毛起來錯 來 說話 因為 因為 我覺得是因為 因為用請問的話太一般了 因為總會有找到一些 特殊的理由 會讓別人增加 給你先插隊的一些 這個感覺 或者是讓你 能夠先去影音的這個 甜毛姐比較爽 因為我媽媽在那邊等我 幫我顧車的 所以我現在必須要 對 你要有個理由 如果妳先請問的話 就很一般 大家都請問 好像有點道理 我被說服了 好像是 沒有 因為是 因為有一個理由 對 有一個理由 有個理由 會讓人家比較願意接受 就你今天插隊 你憑什麼 你憑什麼要插隊 請問我可以 請問妳可以借我插一下嗎 在這一段 對啊 誰說的 對不對 所以不能用請問 請揭曉 真是因為呢 漂亮 這個呢是在1978年 那時候有一個影音機插隊實驗 他就告訴大家說 如果呢 你想要插隊 你問前面一個人說 可以讓我先硬嗎 大概只有六成左右的人 會願意讓你先插隊 但如果呢 你多加上一個 因為有一個原因出來 你說可以讓我先硬嗎 因為我真的很急 或者是 因為我只有一些東西要硬 真的 因為 有因為很重要 因為 他的成功機率 可以從六成到九成 我覺得這就很感人了 分享這個題目好耶 我們不是鼓勵插隊了 因為我一直抽得很爛 我可以請小文老師幫我選一個嗎 我覺得有必要 你選的真的滿爛 真的 小文姐讓你參與一下好了 我也不過選到一個2500而已 那我們就選六樓之六好不好 六六大勝 我就真的很迷信 六樓之六 就他 你就認喔 認 甘願的時候 甘願 歡喜的時候 甘願做 甘願做 哇 準備開箱 幾個零 一千萬 一千萬 小昂喝個半天 我們到底有多麼的 第一回合結束了 三家開箱 三家靜默 本原地踏步 陳柏睿跟小 跟辣子 還有那個 還是淡泊名利的狀態 淡泊名利 我們兩個高的是 陳佑震的六千六百五 以及趙新平的一萬元 兩位暫時領先 漂亮 全新賽事 帶你一起長知識 用你的智慧接受財富大樓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全新目的快點來訂閱